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记载在诗篇119篇 41到48节 经文将说 耶和华 愿你照你的话 使你的慈爱 就是你的救恩 临到我身上 我就有话回答 那羞辱我的 因我依靠你的话 求你教真理的话 总不离开我口 因我仰望你的典章 我要藏守你的律法 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自由而行 因我素来 考究你的训辞 我也要在君王面前 论说你的法度 并不至于羞愧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置乐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特别要把思想这两个字 在第48节里面 特别与大家来分享 诗人说 我要思想你的律例 赵英经牧师 他在写了一本书 《第三读空间》当中 特别强调其中一个 就是人的思想 他说 他说人的思想就好像精神的过滤器一样 当你的思想 过滤掉了 一个负面的想法的时候 留下来是一个正面积极的思想 他就帮助一个人的精神 情绪 抑制 那这条的身体 是朝向健康的方向 罗马书第8章 第5节到第7节 赵牧师引书说 谁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谁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 就是死 体贴圣灵 乃生命平安 圣灵充满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 他第1个改变 就是 我们的思想 当我们的思想开始被神的话改变的时候 你就开始脱离了负面的想法 你就开始离开了黑暗的有势力的管辖 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我们看到许多在教会信徒生活的基督徒们 他们的生活 产生出来的能量是非常负面 一方面他们敬拜上帝 一方面在生活当中却没有见证 或者说服侍起来 而没有力量 而且非常喜欢 背后做残眼 不做工也就算 到处说 人的长 人的短 对神的事情 很没有属于的眼光 常常用负面的想法 去看事情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创世纪》的第4章 该隐跟亚伯 这两个兄弟 最后呢 产生了凶杀案 主要的原因是 该隐 拿出地里面的出产 作为购物给上帝 那么亚伯也要从他羊群当中投身 拿来献给上帝 结果上帝看中了亚伯的贡物 看不中改隐的贡物 他就生气了 变了脸色 然后上帝就跟他说了 你为什么生气呢 为什么变了脸呢 你如果做得好 罪就服在你面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 赐福了他 也就是上帝 喜欢不喜欢一个人的献祭 不是在献祭的当下 而是在之前做的事情 神已经看清楚 我们是不是讨上帝喜欢 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该隐自己想 我献这样给上帝 上帝会喜欢 他为什么可以献更好的东西 却不献呢 他为什么没有那么慎重 的准备购物给上帝呢 他的想法是如此 他的想法并没有非常的慎重 许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 不在于当下 而在于平常我们的行为如何 那个敬虔就开始产生了 我对人的说话 是不是很重信用 在那个小细节当中 我就开始注意了 我服侍的心态 要非常的清楚 难道有人看中我才 显得非常重要 需要去服侍吗 不一定啊 有时候上帝把我摆在的角色 是非常 不起眼的 不被人家称赞的 没有掌声的地方 那我也一样可以顺服吗 我一样非常高兴的 服侍上帝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大胆的 很轻松的 在神的面前 去服侍他 这个就是平常的作为 思想 我这样想 就对了 我不必在乎别人 他们会怎么说我 思想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思想要健康 是非常关键 是跟神的话语亲近也很有关系 如果我们常体贴肉体的话 我们很容易 很快的 与上帝为仇了 我们思想看看 怎么可能在那个关键当中 我会把自己的亲兄弟给杀了呢 因为一个不喜欢 被上帝拒绝 开始仇恨 仇恨在心里面就开始去卷起 去谋杀的念头出来 而且是非常有技巧性的计划 可见人心 是多么可怕 而那个人心 就是从事下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以为 每一天 我们都没有挑战 有 魔鬼三蛋常常 渗透到我们思想里面 去瓦解我们的想法 去挑逗我们 挑拨离间我们的想法 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比那个人更好 告诉我们说 那个人不配 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值得得到上帝怎么样怎么样 值得得到教会给我们怎么样的成赞 我们非常计较这个东西 都是从思想来的 小心 如果我们平常没有 做好的话 罪就服在我们的门口 也就是说 随时 他就来跟上你的身上 愿我们常常警惕 靠着神的力量 去排除这一切的诱惑 阿们